不管是廟宇敬鄉參拜 還是視察基礎建設 蔡英文總統臺南行 市長賴清德 敬地主之宜 全程跟緊緊 蔡總統公開誇獎 讓賴清德在一旁頻頻點頭 更不忘感謝總統關係 民進黨兩大天王天后互動熱絡 中午便當會 地方明代 甚至直言 政府政策有誤 當場推薦賴清德組閣 賴清德幹忙制止發言 而蔡總統則說 今天不談人事 場面尷尬 黨內有人評估賴清德 可能接任隔魁 2020順勢和蔡英文搭檔 競選正副總統更上層樓 也替民進黨穩住局勢 出任隔魁除了要蔡英文總統點頭 還有執政包袱拖累 充滿很多未知數 對賴清德如何延續政治能量 也將是考驗 接著總統報導